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士曾说过一句名言 If you think of education is expensive child ignorance 如果你认为教育的成本太高 试试看无知的代价 是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整个社会都在给人们讲述着这样一个奋斗努力的故事 告诉所有人 你不努力就一定不行 事实上 谁都清楚 当下不努力有多爽 任何年龄的人都会在放纵中找到欢愉 哪怕是病危严重的病人 也会因为偷偷地抽支烟而窃喜 他甚至在拿生命放纵 可这种放纵就是很爽 人的幸福来自于什么 提到幸福这么哲学的东西 事实上有些难辩 什么高学历 好工作 高收入等等 那什么真正决定了一个人的幸福呢 很多作家都有过诠释和解释 如果你阅读的足够多 你会发现幸福一定跟两个指标密切相关 尊严和自由 尊严不用讲了 与一个人的德行和社会地位密不可分 光是德行好并没有用 你所处的阶级会深深影响到你得到的尊严 这是阶级的定律 自由呢 人都有自由意志 但是这个社会给你的自由是有限的 财富和地位决定了很大程度的自由 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 去网上看看 年轻人面对那些二十岁就看到死的职业和人生 面对社会的冷眼 面对我们口中的平凡人生的时候 是有多么的不满和无助 当一个年轻人因为一直简历 就遭遇了别人几十倍的失败的时候 他会想些什么呢 越无知的人 越会为自己找借口 还记得那个道出社会真相的文科状元吗 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 而像我这种父母都是外交官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 还生在北京这种大城市 这就决定了我在学习时能走很多捷径 句句扎心 多少人开始对现实纷纷不平 怨天尤人感慨出身 却也被他们蒙蔽住眼睛 看不见现实的另外的一部分 所以很多人就拿这个当借口 说认命吧 反正努力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但总有另外一部分人 在这个还看不清未来的现实里 还在抛头颅 还在洒热血 还在上演热血屠龙的故事 那一部分坚持的人 从这段看不见未来的现实里脱颖而出 到了现实的另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里面 命运都有很多漏网之鱼 有很多机遇之门敞开 有无数的希望精灵追随 就像北京文科高考状元的 最后一句话说的那样 有知识不一定改变命运 但是没有知识 一定改变不了命运 只要你还在努力 人生就有无穷的可能 和时间竞争 在概率中突围 做上帝手中的漏网之鱼 无知让人看不清自己 也看不清世界 之前北大毕业生卖猪肉的新闻 不知道被人说了多少年 很多人觉得 北大毕业又怎么样 还不是去卖猪肉 我小学毕业也一样卖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那个卖猪肉的北大学生 叫陆布轩 而有一个叫陈生的人 最先发现了他的厉害之处 一个档口 自己一天卖1.2头猪 这已经算是相当了不起了 这小子居然一天能卖12头猪 太厉害了 陈生后来和陆布轩合作 成立屠夫学校 再后来 他们开了几百家连锁店 陆布轩和陈生 双双身家过亿 无独有偶 秦岳飞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 去恒山县当了一名村官 很多人嗤之以鼻 一定是在耶鲁混不下去了 不然怎么可能 去当一个村官呢 我大字不识一个 我也能去当一个村官 后来秦岳飞 利用自己在耶鲁的人脉资源 启动黑土麦田项目 利用在耶鲁学道的金融知识 融入资本和营销团队 发展村里的商务产业 于是 他成了中国最美的村官 有一篇文章写 读了985211 你才知道 读书无用论是骗人的 985211这些人 不仅有能力 有实力 进入更好的企业平台 即使是在毫无门槛的 卖猪肉 卖花生瓜子 这个行业 他们也有很大概率 能做得更加出色 所谓读书无用论 所谓名校毕业生素质不行 都是考试机器 其实都是非常极端的例子 而无知的人 最喜欢扯虎皮当大旗 用极小概率的时间 去为自己辩护 并以恶意揣测他人 不要把学习 看得过于功利 那么教育和学习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呢 是为了拿高分 考大学 不 绝对不是这样 至少 不只是这样 读书 绝不只是为了 换一张大学文凭 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 读书是为了 让你成为一个 有温度 动情趣 会思考的人 是为了让你在 跌眼起伏的生活中 拥有 触遍不惊的内心 让你在未来 能独自 换过那些 漫长幽暗的岁月 而不怨天尤人 读书是为了将来 能和你的爱人 不只讨论柴米油盐 酱醋茶 还可以谈论 琴棋书画 十九花 再精致的花瓶 都有碎掉的一天 再美好的容颜 都有老去的一天 唯有你读过的书 写过的字 都会逐渐积累 在你的身体里 变成你的财富 读的书多了 你会发现 以前从未注意过的 大千世界 竟然如此鲜活 手机屏幕之外 自有一番万水千山 读的书多了 你会发现 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面前 再大的烦恼 也只是沧海一树 就算最终你跌入繁琐 洗尽千华 面对同样的工作 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 面对同样的家庭琐事 你会有不一样的情调 培养同样的后代 你会有不一样的素养 这就是世界对努力学习 重视教育的人 最大的奖励 努力很累 教育孩子很累 陪伴孩子成长很累 但这一切一定是值得的 别怕累 别怕时间多 别怕贵 也别怕麻烦 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 千万别尝试无知的代价 会很惨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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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